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喂 思想单纯一点好不好 我可没有再偷看大长腿 我说的是它 好一只美味的火腿呀 好一只美味的火腿呀 这就是宣威 一个靠腿吃饭的城市 打开地图看看宣威在哪里 对 就在云南神兽的咽喉位置 作为呼吸药道 宣威自然成为滇动被重镇 享有入殿索要之称 宣威有个很出名的地方叫可渡 意思是可以渡河之地 早在秦汉时期 秦始皇就在这里修建了一条 云南与内地往来的国道 可渡河一道 它北连贵州南入云南 工程那是相当的大呀 全长5000米宽约2米 全部用青石板铺成 沿途还有无数秀丽山色可供欣赏 重点是 无论是否节假日 一律不收过路费 店里发达的物流业 给云南的老板们 打开了走出省门的商机 古一道的修通 也成全了一大批战争分子 自古以来 征服云南必先占领可渡 所以每一块石板都沾染过鲜血 现在来说说宣威 为什么是靠腿吃饭的 其实小编也不知道 是火腿成就了宣威的名气 还是宣威打造了世界的名腿 反正宣威的一名就叫 云腿之香 宣威火腿的美貌 可一点都不亚于 维命名模们的大长腿 它形似琵琶 枝大骨小 皮儿薄肉厚 肥瘦适中 切开断面 香气浓郁 色泽鲜艳 瘦肉呈鲜红色或玫瑰色 肥肉呈乳白色 骨头泛着桃红 怎么看都是一只 肤白貌美 细腻光滑 香气吸人的美腿 宣威火腿不仅美味 还有传奇故事 中国三大知名人物 都跟宣威火腿有关 先说说云腿的老爹 名叫蒲在亭 他不仅是云南宣威火腿罐头的创始人 更是一个抱着实业救国理想 积极拥护支持 参加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热血志士 好了 这里又提到了国父孙中山 孙中山跟云腿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啊 世界著名品牌德河罐头 就是中山先生亲笔遇刺的招牌 话说九十多年前 孙中山先生在一次全国美食大赛上 品尝到了宣威火腿 瞬间被这美味所感动 大笔一挥写下了 饮和食德的题词 从另一个角度说 德河罐料的成名 也充分印证了 大牌代言的重要性啊 扯远了 再说说这第三位大人物 你知道吗 火腿大王蒲在亭 不仅是云腿的老爸 还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把鼻 卓琳原名蒲穹英 是蒲在亭的三女儿 她和邓爷爷的故事 咱就不多说了 你们都知道 小编只想感慨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 绝对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这就是彩云之男的彩女 黄土高原的琴英 宣传片之后 我们继续聊一下 吃货感兴趣的话题 这一餐说说宣威的一种 地方饮食风俗 宣威杀猪饭 杀猪饭乍一听 杀气好强啊有没有 但是一上座 你会发现 它充满了浓浓的地方风情 从很久以前开始 一到腊远 家家户户都要杀年猪 邀请邻居和亲朋好友来吃 因为老乡读书没有种地多 取不出像满汉全席 这么高大上的名字 就管它叫杀猪饭 主食当然也是火腿 再配以各种山毛野菜和不同做法的猪肉 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大快朵仪 庆祝一年的丰收 完美山水 优雅的轻易 七彩颜色 温柔的映尘 完美云南 这里是完美宣威 轩威必吃美食排行榜 轩威火腿 自清朝设置轩威粥后 火腿便以地名命名为轩威火腿 更被誉为华夏三大名腿之一 品质上好的轩威火腿 可以用一句诗来描述 身穿绿袍 肉嫩红 三针清香 风味浓 轩威小炒肉 在云南 即使是外省人开的饭馆 轩威小炒肉也是一道招牌菜 轩威小炒肉 肉质粉白透亮 蒜苗的清香和深浓的酱油 伴随着各种调料 散发出独特的香味 令人垂涎三尺 堂堂黄豆腐 堂堂身处趋近乌蒙山腹地 金黄的豆腐一串串拴着脉成为奇绝 把做好的白豆腐 进入姜黄汤里煮上十来分钟 白豆腐就成了黄豆腐 预示着来年的丰收和饱满 文星地摊羊肉 吃文星地摊羊肉 能找到反普归真的感觉 凉棚下 点一碗散发着香土气息的地摊羊肉 再来二两老白干酒 席地而坐 算是实实在在地来了一对野炊 菜豆花 顾名思义 就是混有蔬菜的豆腐脑 将上好的黄豆加水磨成姜 加入白菜丝炖煮 豆浆就逐渐和菜一起凝固 菜是自家园子里种的 营养好无辜然 豆浆更是货真价实 浓厚醇香 吃时打一碗胡辣椒蘸水 那叫一个爽 到此一游必去景点 东山公园 东山公园主要以东山寺 海会塔和革命烈士陵园组成 东山寺内古墓森森 庭院重重 又有清泉喷涌 由东山寺能使你吉祥快乐 宣威人农历三月初三 由东山以成习俗 可渡河古一道 一条北连贵州南入云南 堪于秦汉 洪武十五年重修的古一道 一道沿线的自然景观 及古碑 牙克等人文古迹 如明珠璀璨 在可渡河北岸 约两百米高的峭壁上 灌木葱绿处裸露着一片白色沙盐 远而观之 酷似翠平积穴 天生洞 原名仙人洞 洞内曲折婉转 共分三层 其中第三层洞中有个音乐厅 那里的碧莲玉笋 许多都会发音 熟悉音律的人 敲击适当的部位 就能演奏出 乐耳动听的乐曲 碗水公园 碗水公园位于宣威城东南角 园中小桥如带 池水碧碧 甲山林巡 翠竹青青 春夏之际 园中百花开放 令人心旷神怡 冬日 园中景物 营中素果 极有情绪 菩萨廷先生故居 菩萨廷先生故居 坐落在 荣城镇 城西下街27号 故居建筑 红柱黄窗 色彩鲜艳 是一楼一底的 回廊式庭院 庭院中心 立有菩萨廷先生铜像 北面房檐下 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 陆立同心的扁排 陈列室里 除有菩萨廷先生的 生平介绍外 还陈列着孙中山先生 等人的提词 以及 卓林同志 在不同时期的 珍贵照片 轩微必购特产排行榜 轩微火腿 轩微火腿喇么好吃 光在当地吃一两顿 那怎么够啊 肯定要整一只扛走了 顺便再收购一些周边产品 云腿罐头 云腿午餐肉 云腿月饼 云腿奶糖 紫云宝土豆 紫云宝俗称乌洋芋 肉质蛋黄紫乌 微量元素丰富 维生素含量高 含有大量的花青素 阳眼护眼 关键是云南有据名言 吃牙翼炸子地 简直是拯救颜值的神奇啊 玉米糖 乌蒙山上层层叠叠的山地里 只生长着洋芋和包裹 玉米糖便是甜蜜的味道 纯手工和原始原料的 简单工艺做成的美食 凝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完美山水 优雅的轻易 七彩颜色 温柔的映沉 完美云南 这里是完美宣威 自古以来 征服云南必先占领可渡 所以这条古道有别于其他 每一块石板都沾染过鲜血 哎 心塞啊 不过往事如烟 今日我们再也看不到 这里战火硝烟的场面 只能凭借着 遗留至今的诸葛营 古战场 古炮台 烽火台 这些历史遗迹 自己脑补吧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随便 翘历史老师的课了 woo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